10月31号A股收屏视频 大家好我是网财经 今天出现了明显放量 全年成交是超过了2.22万亿 3500股上涨 代表中小盘股的中中2000又创新高 上涨了1.8% 而上涨指数呢 跟昨天一样又是一根小K线 带有上下影线的小K线 那么连续两天收盘价是小于50线跟10线 20均线已经支撑了两天 那么今天收屏我们谈五个指数 护指 客帐50 创新板指 护身300 还有中中2000 一个共同的观点是明年周五要往下跌 而我们重点去聊一下上涨指数 上涨指数我们讲20均线已经不具备支撑效果 明年周五要下跌收音线 为什么我们得出这种结论 以及下方支撑在哪里 我们该如何的去应对 如何去通过有效的创业管理 去关注跌下来之后的再反弹 我们来具体去聊一聊 那先讲一下为什么20均线不具备这种效果 那么在昨天收屏 今天五屏 包括在直播里面我们反复讲过了 这一波指数回踩20线 其实股价并没有这么低 这大半段时间股价在这里横盘横盘横盘 完全是20均线的主动上移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能支撑两天就很不错了 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支撑两天很不错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20均线的这种支撑效果会大打折扣 回大打折扣 已经没有支撑作用了 所以20均线已经明天不需要再看了 就是它已经不处于市场中的关键位置了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明天周五要下跌收音线呢 我们谈三点原因 第一点 看日线周期 日线周期已经横盘震荡第九天 对吧 那么在本周一本周二无力上冲 那么既然无力上冲 在这里拖的时间越长 那么往下变盘的概率可能就会越大 就往下跌的概率可能就会越大 好 这是日线周期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看三分钟周期 三分钟周期 那么这波下跌是跌破了之前这样一个上弓结构 打破了这个景象位 打破了之前上弓结构 而且在昨天尾盘 在昨天尾盘的震荡指标出现这种拐点信号 我们在昨天说评也提醒了 我们预判到了今天这种反弹节奏 对不对 当然反弹力度并不大 并不大 那么震荡指标目前还是处于中轨下放 对不对 那么今天尾盘最后一根三分钟K线是出现了油红变绿 那么我们预期什么呢 预期明天周五 明天周五的八根 一天四个小时八根三分钟K线 那么往下掉的概率会大一些 会大一些 好 这是第二点原因 第三点原因就是构成上弦指数的权重板权重股 像上弄五零像互人三百 那么明天要低 来我们看一下互人三百 那么互人三百指数 它的五日线已经死差十日线 已经死差了二十日线 就五日线已经穿过十日穿过二十日线 那么今天是一个放量十日线 那么震荡指标的话 已经连续了半个月处于中轨下放 今天绿色租还在降低 所以互人三百还要往下跌 那么互人三百要往下跌 要往下跌 那么它是已经连续了几天 一二三四五六 没有去刷这个反弹性高 它要往下跌 它也会带动上弦指数往下跌 它也会带动上弦指数往下跌 所以我们基于这三点原因 我们认为明天周五要往下跌 去收一根阴线 要跌破二十日均线 这是我们在今天下午直播 跟各位去明确提醒的 盘中明确提醒的 好 那么支撑位置在哪里呢 下方支撑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讲下方支撑位置在三十日均线 在三十日均线 这条绿色的均线位置 这是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置 三十日线 那么第一次跌到三十日线的时候 我们预计它会有反弹 它会有反弹 就类似于第一次跌到这个二十日线的时候 有反弹是一个道理 所以下方支撑 我们看二十日均线 看三十日均线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如何去管理仓位 是不是就要必须等到三十日线 才可以去进行仓位的加法 并不是 好 我们谈两点应对策略各位 第一点 今天应该大部分我的粉丝 是进行减仓了 对吧 因为我们提前给大家提醒了 包括今天五条你们可以去听一听 昨天收听你们可以再听一听 那么我们看连带策略的第一 今天减完仓之后 你的仓位不低于四层 不超过五层 基本上就四层就可以了 留住底仓是为什么 是因为基于这种长期的慢牛 所以要有底仓 因为既然有牛这个字眼 我们就要有底仓 但是你要注意仓位的调单换股 不是说让你一人拿那个票不动了 要注意仓位的调单换股 不断的去调整你的持股状态 去肉换股 好 这是第一点应该策略 第二点策略是什么 就是周五或者是下周 就是明天周五 或者下周往下跌的时候 不需要说跌到三不需要说跌到三十字线才去看 而是说能够跌到三千二百点下方 能够跌到三千二百点下方 大家就可以去进行分批次的去做仓位的加法 好吧 大家可以把三二零零打来评论区 然后无论未来是回踩三十字均线 还是说未来回补这个三零八级缺口 对吧 那么分批次把仓位最终从四增加到七就可以了 那么你要注意去拉开间隔 拉开空间间隔 拉开时间间隔 对吧 你无论说看三十均线支撑 还是说看三十八点支撑 三十八点缺口支撑 那么逐步的去增加仓位 那么先等它跌到三千二百点下方 好吧 这是我们对于互指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 希望对于各位能够有些帮助 那么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往往财经聊大A 好吗 然后聊科障50 科障50什么观点呢 来我们看一下 科障50我们瞅一下它的均线 五日线还有死差十日线 那么震荡指标今天跌破中轨 那么今天是一个小羊K 那么我们说等科障50往下跌 等它跌下来 比如至少跌到这根羊线的半分位 跌下来之后我们再期待能够再走出大阳线 但你得先跌下来 你总得有点回撤 你总得有点回撤 好 这是科障50思路 再来看是中两千 中两千涨多了 好吧 涨多了 那么昨天我们说这个阳线是又多 那么今天我还是说去又多 总之我是不做它 不关注它 就是之前是七连阳 现在又两连阳 又创了一个反弹新高 涨多了 要警惕大幅的回落 要警惕大幅的回落 你比如护生300也要往下跌 比如往下跌两天第三天 但比如说这个中两千也往下跌 那么中两千可能跌的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之前涨多了 那么至少至少至少要等它跌到二十线 再考虑 高处不胜寒 不敢去追 宁可错过 不要去追 好 再来是创案板指 创案板指数 已经连续四天没有创新高了 对吧 已经连续四天没有创这个 这个新高了 那么短期均线呢 也死差了 这个今天也跌破二十日线了 跌破二十日线了 震荡指标绿色度再往下走 对吧 所以创案板指要跌 创案板指要跌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说评视频 我们对于这五个指数 做了一个整体的分析 其实就一条 就是明天周五我们看 可能会出现下跌 而这种下跌 我们说跌下来是好事 因为既然你看长期是慢扭 在震荡反复 跌下来还能够再涨回去 关键是你的应对策略 关键是你的挑战换股 关键是你对于这种震荡节奏下的高抛低息的理解 好 最后点赞关注 往往再见到大了 来评论区打一个五三一 再见 然后再评论区打一个五三一